假如说一个人拿到阎王那边 那是功德不瓦 那就上面记录着 这个人干的什么好事 干的什么坏事 上面都有记录的 当然一般人不知道怎么看 我呢是天生就看着电子写 所以呢 再加上我是学医的呢 最后恍然到我 好多截变就同邻居有关 然后我结合起来呢 就是现在就 就专门帮人家看邻居档案 包括今天我要讲 成长经历的时候呢 我会提到这些 我在美国呢随便讲 但中国呢很少有人谈这些呢 我也不知道讲到什么程度 所以呢 有比较犹豫的讲这个事啊 好 现在讲那个成长经历的话 我就开始讲了啊 这是一张 一张那个地图啊 这是海洋啊 这个是上海的北边 伸出来一块 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老家 江苏启东 属于南通的 为什么我要重点讲这个事情呢 在我们启东的正东方 是日本的长崎 南亚萨基 长崎 也就是第二颗原始当爆炸的地方 就是连着过来的 好 现在我就讲成长经历的话 我刚才已经讲了啊 我出生地是在江苏启东 早年呢 同大家也没什么区别啊 就是反正读书 考大学 我本来呢 我本来呢是最喜欢是电子方面的 哪知道填志愿的时候就被第五志愿拉走了 因为那个第五志愿的那个医学院呢 报名的人实在太少 只要填到之下全拉过去了 那个是江苏的叫镇江医学院 就是现在的江苏大学 我就到了那边了 当时我不愿意学啊 跑到那个省教委要求换回来 我又被人家拉过去了嘛 他说一年以后才能转 这回就走不了了 我就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呢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边 我在1985年上的学 到90年毕业这之间啊 我大概在 二年级三年级左右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就特别想学日益 当然每个人都在学 我就特别想学日益 然后呢我就自学了 自学了一段时间呢 正好从日本回来 一个留学回来的一个老师 他开了一个日益班 是给医学院的老师 医院辅助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开了一课 没有学生的 但我第一次从日益老师见面的时候 我从他讲的日益 他说好高兴啊 他说你过来吧 后来我居然在这个班上 年纪尽轻当班长 然后呢 我在那边学了十个月的时候 那天是什么时候呢 是1988年的 10月22号那天 我们呢在门诊楼里边 那个五楼啊 学妇产科 十点钟 休息的时候突然我看到两个大巴车 进入那个门诊楼的院子 我想肯定是欧美人过来 看我们针就课 经常发生的事嘛 哎 我想这把课间 我怎么下去 念念那个英语口语的 我就下去了 到那边一看全部日本 哎呀 我想学了日益 然后我就帮人家当翻译了 正好呢 我在帮人家当翻译的时候呢 有一个 看看几个中央妇女 她就给我一直拍录像啊 然后呢 她有一些事情要做 当然别人外出犯的人呢 也不懂 听不懂 到底讲什么 我就给她翻译了 实现了她的愿望 她要买一个那个 证据学位 上面一个小的 一个小人 还有好多证据学位在上面的 她要这个东西 我想 她一直问那个价钱是多少 哪里买来的 我就问了医生 我突然感觉到 她想要这个东西 我问她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东西 她说是 后来我从那边 组了协商以后 啊 借出来了 这个付了钱以后 真的就卖给她了 就相当 实现了这个愿望 这是1988年的 10月22号那天 然后呢 到了这个 记下了元旦以后嘛 我收到她的第一封信 啊 这是她的护照啊 不要以为我瞎编这个故事 这叫酷尾之战 这就是我 后来我的妈妈 就到了接下来的 89年的元旦干顾 我就到一封信的时候 她信上第一封信 一开始就是 她说我没小孩 假如说 你能够替我的小孩 把这个 约税钱拿下的话 我感到很高兴 然后就信你寄来的钱 这是第一次拿到 那这一刻 我当然肯定回信给她 我表示感谢 谢谢她 我说钱收到了 然后 隔了没多久 第二封信过来了 又给了我 呃 是这个五倍的钱 然后记下来一段时就就 就每半个月或者 啊就对 每半个月 就两个星期吃 两个星期吃 就不断地收到 五千日元 或者一万日元 就信里直接寄来的 就像先 天上掉讯品似的 又得寄钱过来 后来呢 在1990年就是 就是我们要毕业之前呢 他半途了 在日本半途了受养关系 他没小孩 要我 就办成了这个受养关系 所以呢 有的人以为我下毕业 那个姓名之内呢 都在这里呢 我把护照都拿出来了呢 两个人呢 就半途了受养关系 但是呢 呃 在89年的时候 大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以后呢 我们90年 大学毕业以后 全分装了去 而且不给我办护照 办不到护照嘛 我就在 在启动那边人民医院 工作了两年以后呢 去了深圳 去了深圳以后呢 我再读了广州 金兰大学医学院 金兰大学里面是华侨大学 既然我在那边办成了护照 然后我就去了日本 当然我是熬到那个 研究生毕业以后 去了日本 啊 就是这里 别同日本联系上了 去了日本 然后呢 说起那个临界障碍的事 深圳呢 反正你也在那边知道 就一般来说呢 像心理学方面 比全国固定要早一些 也有的人 他们讲那个 一些 超自然的事情了 所以呢 我跟着人家去听课 每次人家那个老师 听我说 你是通灵人 我说我不知道 什么叫通灵人呢 而且我见了胡云梦 胡云梦对我说 你是灵媒 我两字怎么写 我都不知道 后来一段时间 我才反映过了 所谓的通灵人就是能看到临界的 老师实际上早就发现了这个事 我自己细节后都不知道 而经常 经常通灵人家 变了一个什么事 我看的东西通灵人家不一样嘛 所以两人就争论起来了 后来我到最后 我发现确实有这个 这回事了以后 我就专门看临界档案嘛 然后呢 我是在2012年2月18号那天 处理我日本妈妈高血压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她就是我前世的母亲 她因为公外医 手术弃除掉了以后 我就弃死了嘛 弃死了以后 我再投赛就到了江苏启东 是这么一回事的 原来就是我上世的母亲 虽然人家讲到前世今生的事 那确实是这样的呢 以前呢 她给我 我到了日本以后 对我说房子给我 递给我 我就听听了一言 我想她有姐妹之类的 我如果同人家争吵的话 我也争不够人家 我临牌的时候知道 她是我前世母亲 我联邦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这个 递两颗房子 什么也不要给人家 这就是我的 感觉有底气了 确实是我前世的母亲嘛 这个就是人的心态不一样了 然后呢 这个是 是2012年的 1月28号 然后呢 2月 就一个星期以后呢 我处理一个 山东烟台的一个人 他的爸爸在肺炎 一个月 我在处理的时光道理 看邻居障碍的时候 才知道 他爸爸的一个前辈 中了 放射性污染我 这是什么回事呢 1945年的 8月6号和8月9号 美国向日本投资了两个原子弹 然后呢 8月17号 放射性污染我 飘到中国 飘到中国以后呢 那个人爆发就中了放射性污染我 哎呀 我这个事情是前世的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我就是 连满7月份8月份 爆了去美国的 旅行团 因为我一个人没气候 没事想准备嘛 我还跟着旅行团 到了美国以后 我要告诉美国 曾经你们投在原子弹 投在日本 放射性污染飘到中国了 然后引起了中国人的大量死亡 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 来到美国以后 因为跟着旅行团 我已经到了白宫前面的草地上了 但没办法去白宫 我没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所以呢我几个月以后又来了美国 就要又把这个事情要告诉到美国 这个是重大事件的 哎 同日本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就是这样 然后呢隔了一年 到了2013年 3月26号那天呢 我的唐妹来找我 处理她的那个 她的一个病是叫缅月 呃缅月的地下 在处理这个时候呢 才知道我爸爸的伯父 中了两个放射性污染飘 祖室母一个 右下腿一个 而我爸爸呢 十四 我爸爸呢 在十四岁之前呢 一直在他家里边生活过 看到他就这个 就生病了嘛 大兔血就去世了嘛 啊这个是原来中放射性污染污的日子就是 1945年的8月17号 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 但是在美国的很多人知道了 很多华人知道了 因为呢我在一直在这边讲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的愿望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嘛 所以我就是相当于跑美国来 要逃这个债了 向美国重要逃这个债 但是要准备时机呢 实际上我跑到美国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 不断的处理时机 而我在那个2012年的2012年的8月15号那天 我从深圳跟奥巴马写了信 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 后来当时是烟台那边我发现的 还不知道我家里也中了放射性污染我了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家也中了放射性污染我了 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间接的工程 因为我领牌就是我看了领解档案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家的前辈啊 他的一个强烈愿望要消费核武器 我想这个消费核武器从美国谈怎么谈呢 无从下手的嘛 但我既然答应了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呢 后来我就专门跑美国来 一点一点同人家讲 我基本上见到什么 同我要愿意听我讲的 我就讲这个事 原来这张爆炸 放射性污染我 飘到中国了 你头是头在日本 但放射性污染我 飘到了 我们那个江苏其中 而这里边人家就说 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啊 我正好在那边啊 不是巧合 而是中了放射性污染我的那个人 相当于我爸爸的养父啊 我的爷爷呢就是 看上的时候去到重庆了 是中了同家的 然后呢我爸爸在带着他那边 然后呢1950年的时候呢 因为放射性污染我 中了五年以后就去世了 他到了阴间才知道 他是中了放射性污染我去世了 所以呢他在阴间的招魂啊 想招一个能够强奸的人 向日本方向招 能够把这个事情从阴间 传到阳间来 然后我就投胎过来了 所以到了江苏其中 这个我都是看林队大人才知道的 不看林队大我也不知道这些啊 一点点看明白了 所以 他的目标就是从 心里从放射性污染我有关的事 那我又回到日本那件事 我说的长期 从江苏其中是连线 海上飘过来的时候 江苏其中是平原 没有任何山或者高楼阻挡 那么8月17号是什么 夏天 夏天的时候那边的农民呢 干活的时候就是光着上升 只穿个短铺 那么你飘过来的时候呢 就从放射性污染污了 如果妇女 一般待在家里 老的病人还在家里面 反而 伤完的早点 伤完最严重的 就是 青藏年 所以我小时候看到 我们那边的寡妇很多啊 都是我们叫她那个 奶奶辈的 后来我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事 那么 刚才讲了一个经历的是 从 从江苏其中 到了深圳 然后到了日本 然后到了美国 实际上背后的原因是在这里边 那么我现在只能充充满满讲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这些嘛 所以我就讲个大人后了 然后呢 我在美国这里是写成书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 而且 知道情况的人 你看我这本书上讲的 告奥巴马充充写信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当时白宫过来回的信 当然他们是尽量的 淡化这个事情了 那都在这里了 所以呢 大家是知道一个事呢 核武则是 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事啊 在美国不是经常看到人 肚子很大的那些人啊 走在大街上是吧 有时候在电影里看到 大货被变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种人啊 原来是没有的 是自从1945年投了原子弹以后 美国出现这个大肚子病 是在1955年 我看了临界大人才知道的 因为呢 放射器物要飘到中国嘛 是中国很多人去世了 而这些人的灵魂就 附体附到美国人身上 让他产生了这个大肚子 为什么是大肚子呢 这个体型就是原子弹的人 第二颗原子弹的体型 第一颗原子弹叫小男孩 第二颗原子弹叫胖子 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个 那个大胖子啊 就是中间大两头小 这个体型就是原子弹的体型 这是我看了临界大人才知道的啊 都是这样 然后实际上美国有第三颗原子弹 我女儿呢 一个牙齿长得特别大 差不多两个牙齿大 后来我就看那个临界大案的时候 才到美国第三颗原子弹 特别大 整个一头精度的 后来呢因为咬合系统啊 做的原子弹太大了 太重了 咬合系统就没放得下来 就没投得下来 所以呢为了提醒这个事呢 我女儿这颗牙齿特别 长得特别大的时候 我看这个临界大案的时候 就发现了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的那个 原子弹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不是说原子弹扔在哪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兽身上 它会全世界飘的 我再看临界大案的时候 原来英国国王叫乔治六四 也中了放射型污染物 在1952年起始的 52年的2月6号起始的 它呢是中的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在一个 是在王岛爆炸的那个原子弹 而飘到中国来呢是第二颗 从长期飘过来的 所以呢我讲的这些事情呢 人家谁不知道这个 我都是从临界大案上看到的呢 那么我就不知道这个 適合讲不適合讲 我想可能讲点美国的坏话 可能人家在中国那边听听可能 也比较高兴嘛 人家会这样想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 每次原子弹的爆炸 讲到原子弹的爆炸 在日本爆炸以后 中国人心灾落后 实际上中国死亡的人口超过了日本 因为日本当时呢 爆炸完了以后呢 然后飘出去的放射性污染过 就让 从海上去往中国这个方向飘 而日本原地的爆炸的那些东西 这个怎么会来停止呢 爆炸 我们知道那个原子弹爆炸以后 会发生那个连续反应 一直爆炸下去呢 我看连接当然了 才知道 是外星的飞碟过来 就把那边的核物质清理掉了 拿掉了 拿掉了以后 才安安静静 就没有继续爆炸下去 如果说 没有把它拿掉 继续爆炸的话 那么一直让 炸到地心方向去的话 炸到地球可能要 突然炸毁掉 就是说 我们讲的那个是 原子弹爆炸是 816号和819号 实际上呢 在美国在 1945年的7月16号 首先爆炸过一颗 事业 现在呢 前日子呢 我们这边呢 就是有部电影 叫奥布海默 就讲那个原子弹的研制过程 那些科学家研究下来 都认为 如果这个原子弹爆炸呢 会把大气层都炸掉 大家计算下来 都算出来 大气层会炸掉 所以当时有的人就提出来了 不要认原子弹了 这个一大气层也炸掉了 不是地球没法生成了 但最后没有发生 为什么没发生呢 原来是被外星人提走了 而且你看电影的时候 就会发现 在原子弹爆炸了几个小时之前 狂风大作就飞铁来了 飞铁我们眼睛看不见 但讲说的风很大 好多那个建筑物都倒塌掉了 就在那原子弹试验的地方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对应起来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看到那个灵界档案呢 上面有死气的人的灵魂 有动物的灵魂 有外星人 有佛 什么这类的 还菩萨之类都有了 有的对人友好的 有的对人不利的 上面都有 所以呢我今天 讲成长今天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讲得明白这些事 因为我每次等人家讲的话 都是人家一听我讲 一讲讲好几个小时 包括明天上午 应该是十一点 有 哦 现在在这个手机上 他告诉我是 就是专门这边搞医学的 就发现了我这本书 就天上就发现我这本书 他是一个医学院的院长 然后说月亮明天上午十一点过来 看了这本书吗 所以我这本书上就分门别的讲的 很明确就讲那个 灵界的事情 很多的疾病都是来自灵界 我大概讲讲了这些 然后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面讲 您对什么感兴趣 我就专门讲感兴趣的内容 或者有听中什么感兴趣的 我就讲这些 就是你来到美国 你说你有一个愿望 或者是有个使命 也是通过写信给美国总统 也得到了回复 那就是说目前你在这边的使命进展的怎么样 我不是讲到外星人的事吗 实际上我在美国的网站上有视频 一般三千多个视频 就是外星人怎么进展 怎么把地球上的核位置把它清理掉 我是在 我到了美国以后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无从下手啊 无从下手呢 后来呢我在2016年年底 2016 17年的年初 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 讲那个日本福岛核电站 核心路以后 几年过去了还解决不了 2011年发生的事吗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能不能请外星人帮忙呢 所以我看灵地档案 然后我拿个做灵牌的时候 这样真的把他叫来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情呢 处理核位置的事情呢 是这样 核爆炸是两个小的 只要碰到一块 这样会爆炸 你起核位置的时候 把它拉开 一块拉成两半 小了以后 马上停止爆炸 再用被里把它移走就行了 当然了 因为散在好多地方的 那个微小的土壤里面的 这些啊 都要把它起出来才行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那个 日本311大地震了 2011年的311号大地震 然后说把核电厂 因为地震和海啸 因为地震和海啸 省坏了 这里实际上因果倒置了 实际上不是那回事 反过来说反了 是日本沿海有好多核电厂 核电厂呢实际上那些核物中呢 你看起来好像是把它封得很严呢 实际上封不住了 它就慢慢慢慢从地底下 往下渗漏啊 就渗到地底下去了 渗到地底下以后呢 然后掉到海洋里面 掉到海洋里面呢 就慢慢慢慢沿在地的地方 掉到海沟里了 然后呢 再往地心深处跑 在跑的时候呢 不同的地方 一来的核物中碰到一块的时候呢 就发生爆炸 实际上是 311大地震是核爆炸 地下核爆炸 然后引起了海啸 然后再冲击过来 说把核电厂面上搞坏了 实际上反调 实际上是 先有核物质掉到海洋里面 然后发生了核爆炸 反过头来 把核电厂面上也炸坏了 是这么一回事 不然这个认识啊 我在美国的网上有 所以呢很多人看了文力龙以后 跟日本那边写信啊 有个日本手下写信的很多人写 我呢 偶然给他们提了一下子 提了一下子以后 我是在2017年的1月份 到3月份之间 我不断地去洛杉矶的日本领事馆 我告诉他 核物质应该怎么处理 原来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就把财的寄购器 寄购器呢 我提到有一个 我从外星人沟通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安倍晋三首相 如果愿意 把那核电厂停掉的话 外星人祝他再当 五年的首相 我经常这样说的啊 那个可能 理事官以为我胡说八道啊 或者认为那时候 都说要安倍晋三下台了 看了我这个情况 就把新武退回来了 看我这么一些 就退回来以后 后来我就没再 再跟他们联系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都是我的夺者 发现了以后 世界过去的 反正基本上都华人嘛 看了我这内容以后呢 就转到了日本 包括地震啊 核位之类的 实际上我好多人 在帮我做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在这边 一方面 在帮人家处理疾病 主要的问题就是 怎么样 帮他核位子处理掉 当然 后来就借助外星人力量 包括我发表好多论文呢 可能人家谁也没想到 我发表的其中有个论文 就是那个太阳是外星人照的 不是天然是照出来的 就是那个亲戚 让他核反应嘛 让他核反应以后 然后造成太阳 然后呢 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竟然把太阳炸坏了 炸坏以后 他发出的热量就少了嘛 所以在2002年的7月13号开始 外星人开始修太阳 修太阳呢 主要是给他加清气修太阳 所以呢加了清气以后呢 他燃烧就充分一点以后呢 太阳变热了 然后接下来就地球也变热了 所以呢 从2003年开始呢 我们的地球一年比一年热 一年比一年热 所以呢那些科学家认为的 他说是叫地球的问题效应 实际上不是 问题出在太阳上面 是外星人用非力的太阳加清气 那这个事情我不是瞎说的 是那个俄罗斯曾经在报道过 它是什么呢 那美国有专门的探测器 对着太阳拍摄录像 他们只管拍 拍了以后挂到网上 每一天的每年每年每日 和联系的 他只管放到网上面 放到网上面以后呢 后来那个俄罗斯的人呢 就看这个录像 看看出去看到了什么 突然发现有好多黑影呢 飞到太阳那边呢 然后一根管子就伸到太阳上 把他们吓坏了一开始飞点嘛 那么他们就认为报纸上有报道的 欧洲的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报道了 所以发现了有飞碟去偷太阳 说偷太阳能 有根管子嘛伸出去啊 人家报纸上报道都是飞碟去偷太阳能 后来我看铃铛档 一看反了是飞碟跟太阳加清气 加清气的时候 到了靠近太阳的时候 就把那个窗打开嘛 一打开把自动卸到太阳上去的时候 好像伸出了一根管子一样的东西啊 实际上是给他加那个清气 而不是给他吸太阳能 搞反了 这个呢 后来我就发表在超自然杂志上面 这篇热门 题目就是用灵牌破解太阳 太阳由外星人所照 这个我是发表在2016年的6月14号那篇发表的 哦不是 这个是10月2016年的10月份 10月4号发表的 2016年的6月14号我发表的是 那篇热门是用灵牌破解麦田怪圈 麦田怪圈原来是外星人住在地球上的 通知地球人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这里面后来我发现有几个 关于麦田怪圈 首先呢麦田怪圈呢是由外星人所照 但是呢这里只有75%是外星人照的 25%是地球人伪造的 地球人伪造的25% 然后呢外星人照的那个麦田圈 非常非常大体积非常大 而地球人照的呢非常小 然后呢外星人照的那个麦田怪圈呢 我们地球人呢基本上看不懂 看不懂他表达什么含义 但地球人住的那个麦田怪圈呢 基本上一夜就看得出他 他要表达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麦田人住的那个麦田怪圈 我们看不懂呢 一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 还没发生的未来也发生的事情 就提前通知 比如说我这边要搞一个什么工程 我一个提前一告 可能要我太阳上要搞一个 要给大家加星期了 那么可能地球会变热 我提前告诉你 但是呢地球人想不到这个含义嘛 想不到这个含义嘛 所以看不懂了 所以呢地球人伪造的麦田怪圈 一眼就看懂 然后那个麦田怪圈 基本上没看到过地球人 只是看到有圈圈 后来我是看到一个人家 只有网上告诉我一个 我就看一个 告诉我一个 看一个 我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知道那个同拜星人联系上以后呢 这里边有两大工程 一个工程叫太阳的二次工程 和一星工程 因为那个太阳 因为我们地球上个原生的爆炸以后 一炸一炸 把太阳炸坏了 这里的原因就是我们地球离太阳太近了 另外一个太阳坏了以后 要把它修复起来 所以修太阳 修太阳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在2002年的7月13号 开始加清气嘛 加了清气以后地球变热了嘛 那地球变热了以后 那不是受不了了地球 地球上一年变热了 后来呢外星就想了 那我就把那个用飞碟拉地球 拉得离太阳远一点 但是你拉的时候 就像有一个机构在拉地球的时候 如果你地球上有核武器 有核电厂 万一卡一下子 就要拉它的时候 顿了一下子 不是令是发生地震了 那如果发生地震的话 那么就会发生核爆炸 所以呢外星人就不敢来拉地球 清气在家 那么那个地球不能拉 那么是越来越热越来热 这个就是这几年来 为什么地球越来越热的原因 后来呢我同他联系上来以后呢 我就告诉他这个状况 说你叫地球 要马上消费核武器 谁也不会干这个事 这个我们商量了商量去以后呢 最后定在 在2017年的6月3号那天 让太阳用离心运动 不是 用离心运动的方法 让那个地球月亮还全面水星金星 地球月球四个星达 自动万万一 自动就是用离心运动的方式 远离太阳 而不是用去拉它的方式 好我讲到一个是 2017年的6月3号 那天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 然后呢在6月1号的时候呢 台湾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 台湾发生了一个 就整个台湾上空 一个大的一个 飞碟云啊 就整个 台湾上空就像一个飞碟的样子 那是云 不是飞碟 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是云 但看不到飞碟 这个飞碟云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那个 2017年6月3号 要移那个星球嘛 开空典礼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飞碟啊 穿过我们地球 然后要去太阳附近去 其他阳附近呢 是同方向在运转嘛 大家都在那边 在运转的时候 就把那个所有 它运近过的时候 把那个空气扰动以后 再转圈嘛 转圈以后 形成了一个飞碟云 所以呢台湾上空 整个都是一个飞碟云 然后呢 在那个6月2号的时候呢 法国出现了一个卖天怪圈 上面描述了几个圈圈 最大那个是表示太阳 接下来就水星 金星 地球 月亮 就要万万移的 那个卖天怪圈 我连满看了就明白了 然后到了2017年 6月3号 那天 早上8点钟 北京那边 太阳没有了 就日云呢 就是看上去 好像那个迷迷糊糊啊 太阳不见了 那天 你们查报纸 还能查到 好多那个新闻报道 那就没什么不见了呢 原来在那个 太阳的表面啊 对满的那个飞碟 都到那边了 因为开空碟 所以把太阳光挡住了 就像马峰 一个灯泡前面 站满了马峰的话 就把灯光挡住了嘛 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个 台湾的飞利盈 然后那个 法国的麦天怪圈 加上北京那边 太阳不见了 这个你新闻报道上 都能找得到 而这个呢 我基本上是提前预告的 因为我看完一刻 就提前告诉了嘛 外星已经把这个告诉 我就提前预告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在美国这边 都不是一个新现实 因为我一直在公布 网上面上面 油管上面 我一直在公布那些信息嘛 包括哪个地方 要发生火山爆发了 哪个地方 要发生地震了 有的地震呢 是飞铁过来 起那个地下核物质 所以过来的时候呢 飞铁会碰了地球一下子 如果以后您记住啊 如果说碰到地震那个 级别不大 大概三 三级到四级之间 而它那个震远 只有十公里的话 震远很轻 只有十公里的话 那个就是飞铁引起的 我们眼睛看不见飞铁 但是它碰到我们地面呢 同样就发生 类似震动了一下 那我们成为地震了 反正我在那个网上上面 讲的那个都是讲这些 这个比治病的案件还要多 包括还有一个是 我曾经讲的一件事呢 你们到网上去收得到 那个标题就是 美国FBI 关闭世界各地太阳关系站 有这么一个新闻 你去看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是外星人要告诉我们地球 他们正在要移 要移那个星嘛 要把地球移圆一点嘛 然后呢 为了让人们知道 那个外星人的存在 所以那外星人故意 跑到太阳的附近 跑到太阳附近以后 扔了一些那个饮食 丢到太阳里面 让他们看到那个阴幕 所以很多人看到了 很多人看到那个 太阳前面有飞铁 然后呢 也不知道FBI怎么想的 他们半眼睛也看到了 看到以后就干脆就切断了 把全世界的 那个FBI 把那个全世界的太阳观察站 都关闭掉了 这样让人家不知道这个事嘛 但还有好多的民间观察的人嘛 民间观察的人就看到了 这个信息抱不住的嘛 所以我在网上面 专门讲了一个 美国FBI 关闭太阳观察站的原因 因为我写了FBI 我反到网上以后就被删掉了 后来呢 我重新发电视以后呢 我只说美国 没说FBI 就通过了 他们这边 为什么 不让人家知道飞铁飞到太阳上去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但反正我看到了就公布了 马上公布出来 我看到马上公布出来 反正我 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实际上就是说 我讲到宇宙里面发生什么事 然后太阳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们周边的星球发生什么事 我只要发现了以后 我就会在网上公布 有时候我告诉人家 我说一个饮食快要到了 离我们地球很近很近 我公布了三天以后 NESA他也公布了 我总是公布在别人的前面 然后呢 我那个 实际上很多人今天听我讲的 好像天方夜场第一次听说 但是我的初中同学啊 一直听我讲 我在请你随便讲 在那个同学的微信请你随便讲 因为他听习惯了就知道我 而且在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人家说我得了精神病了 当时 我一直讲那个 外星人士嘛 我讲那个宇宙的事情嘛 讲灵界的事情嘛 人家那个 同学以为我胡言乱语 后来 而且那个人家 后来他们才搞明白 搞明白说 我在那个初中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所有的书本 全部试了 我说不上学了 因为那个书本上讲的东西 没啥用处 现在回来想的话 人家发现我讲的都对了 为什么呢 包括那个秦祖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瘫痪掉了 治不好 来找我了 找我一看 我说你们那个乡村合并的石 你们疑坟的石 掉了一根骨头 你赶紧回去把那骨头捡回到新的坟上就行了 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发现那个我同学的妈妈 对了那个肾上的疾病 她的女儿带了甲当性的问题 都是同点事情 我说你赶紧把那个坟上搞好了就行了 搞好了 所以从此以后我在群里面 讲任何事情 我那个 他不会干扰我的 听多了以后他就明白了 所以呢 包括我讲个笑话 我那个同学秦祖啊 他发了一个图片给我 他说我在外面看到一个广告 修太阳能 他就把前半给我修太阳 我不是一直讲修太阳吗 外星人修太阳吗 所以他看到一个 修太阳能什么什么 就把前半就结合 你看人家确实在修太阳 那个秦祖也这样说了 不过这是半开玩笑的说 也就是说 我讲多了以后 我连贯地讲 所有我那个初中同学 他们都很认可这个事 后来我讲多了以后呢 他们有的人 感觉说我太掏钱了什么事 我就退出来了 再同学再拉我进去 我就不去了 因为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提前讲了一个 好像给他们造成了 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啊 但当然不会说有一个 发生什么破坏性的事情的 那个外星人呢 什么之类的 只不过比如说拿个核电厂 会要停下电 包括纽约那个 纽约那个 在2019年的7月13号那天 停电 我在提前三天 我在微信前已经公告了 我就 你们查过微信前 都查得到 上面我就讲了一个 起核 这个标题下就讲了一个 要停电了 那其实2019年的7月10号我写的 然后我在2017年的7月13号那天 我请别人给我再找一个大的平台 给我一门的发出去 一门发出去 半小时以后 纽约就停电了 这个都 马上都收得到了 只不过我是一个小人物 我住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 但那痕迹都在那边 所以我就讲到灵界档案什么之类的 我看得到嘛 就 从小就看得到嘛 我就把这个消息就 经常性的公布了给别人 包括那个疾病 也是这样 他那个有的人认为啊 讲到灵界的事没有规律在那边 实际上是很有很有规律 比人间的规律还要明确 比如说 我随便记个例子 比如说人家那个说糖尿病的事啊 糖尿病实际上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家族性糖尿病 人家是搞不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就知道 比如说 几个例子 有的人家 家族性糖尿病 我跟他一看 哦 原来他家的一个前辈 到了朝鲜战场上去打仗去了 到了朝鲜战场 战场打仗的时候 打到最后呢 没有吃的 肚子饿 没有水喝 那么口渴 还断了一条腿 然后呢 暂时在朝鲜 这个尸体也没回来 过了二三四年以后 这个灵魂就回来了 回到家里了 回到家里以后呢 我们阳尖人看不见阴尖嘛 阴尖人看得见我们 他们阳尖人看不见 看不见呢 他就告诉人家我回来了 我回家了 谁也感激不到嘛 他就附在这个人身上 灵魂 给他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饥饿的身上 告诉人家当时在朝鲜战场没有吃的东西 饥饿 没有水喝 口渴 我还断了一条腿 然后他的腿也有问题了 但医生呢 不知道这些嘛 看着饥饿口渴加上一个腿又溃疡的话 就诊断了糖尿病 然后呢我处理的事呢 在家族心理糖尿病呢 我只要处理其中任何一个人 找到这个外邻 我知道了 你是灵魂回来了啊 原来是在朝鲜战场上面 当时什么一个情况 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到家人以后 我传给他啊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灵魂离开了 从整个家族离开了 一离开以后 家里输的人 这个糖尿病都好了 他就传个消息来 传到阳间来嘛 传到了他就灵魂离开了嘛 一离开以后 这个政杖就消瘦掉了 所以我治一个病人啊 好的钱家 所以我就最喜欢处理的一个什么 家族性疾病 因为家族性疾病 医生是没法处理的 对我来说太容易的是 我处理其中一个人 找到这个外邻 让他从整个家族里面离开 所有的人病就好了 就像人家买东西买一个送机嘛 他给我处理一个人 我身边把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处理完了 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零件呢 正是存在的呢 幸亏我是从小就看得见这些 有给你带来什么困扰吗 就是当你说这些 你做的这些工作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积极的意念也有影响 呃 我举个例子吧 你看啊 我手指这边呢 那个皮肤上不太好呢 这边啊 这个我在小时刻啊 三岁的时刻啊 我就看到一个女的住在我长眼上 一个女的胖胖的一个中年妇女住在我长眼上 然后呢很友好的拉着我的手 拉着我这个手 因为不是凶手扼上吗 很友好的拉着我就没管他了 但是呢 他一来我就发烧 一发烧以后呢 呃 我对我妈妈说你把油灯不要熄掉啊 因为能点到油灯之后 油灯的光线就盖过这个人的时候呢 我就看不见这个人 油灯一吹掉以后呢 我就看到这个人住在我长眼上 我从来就看到这个人了 然后他因为手抓在我这个地方嘛 抓在我这个地方嘛 后来呢我是那个研究生毕业以后 那段时间呢我发现这里好像皮肤有点痒嘛 我跑到那个深圳南山医院 我去看的是个医生说啊 大概是叫神经性皮炎 叫我头脚膏什么之类的 后来我在开连接档案的时候才知道 就是那个人抓抓出来的 抓我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呢实际上我在出动的媒体安全实际上 我后来不是我说把所有的数分都撕掉了吗 我说那个不用念了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呢我就休学了 后来呢过了半年又回到学校了 又回到学校就掉到下一个年级去了 实际上那个时间呢就是那个人呢 一直抓到我守着这个人呢 一直在找我嘛 因为找我嘛就是 所以说我受了影响 就是他要把外星人的话要告诉我 那我就讲了外星人的话 讲了外星人是人家那个学校里面 就以为我带来精神病了 叫我爸爸把我领回去 这么一回事 而这个人呢 在2019年的时候突然在美国出现了吧 他既然他住在他妹妹家里 离我这边只有 两公里都不到 而这个 也就是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这个人就投胎下来了 因为通过沟通的是 他叫我做的事情我一直没去做嘛 一直没去做的没办法 他就投胎下来了 后来 那个人 后来在那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读的那个博士 这样的事情就巧合巧合 实际上一点不是巧合 都是老先安排好的 谁找谁 包括我说我在那个 1988年10月22号那天 见到我说那个日本那个人 拍了好多录像 四个他告诉我一件事 他因为呢 没小孩嘛 没小孩呢 所以他两夫妇就 想领养一个小孩 所以在日本看了好几百的小孩 谁没看中 然后呢就拍了一个录像 带回家呢 就拿给他丈夫看了 他丈夫对他说 就是他了 他就说了一句话 超过来说就是他了 就是我嘛 然后叫我的养毛 就是联系我 赶紧给我压税钱 然后给我钱 就收买我嘛 然后又叫我给他家嘛 后来过了25年才 我看年纪大案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就是我的 上世的父母嘛 所以这里就被 发生的事情 有好多是必然的 而不是偶然的 在我们没搞明白事情的时候 以为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而包括人家都说 哎呀 你好才是当年 躲了正江医学院 在正江医学院 就遇到了我妈 如果你真的去 到了那个西安交通大学 去躲电子去呢 不是找不见了 后来我看了零件当然以后 我才知道 我在任何地方 他一定会找回来 因为是安排好 老街安排好的 我正好在正江医学院 那么叫我 我就提前十个月 开始学自己了 然后到了那天 整点 车就来了 然后我们下车的 都是调好时间点的 原来背后就是有 有那个老铁安排好 我们所说的老铁 实际就是外星人 在安排好了嘛 这个时间点上 一个环节都不会差 当然了 我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 这四个 我开始看零件当然的时刻 我爸自己觉得 觉得我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看一遍的时刻 才知道 而且呢 我一直讲嘛 刚才一直讲 放学习欧阳飘到中国的日子 是1945年的8月17号 然后我考上高中的 考上高中上学三天 我爸爸就大吐血 然后就 医生诊断 又说肺结核 后来我看零件当然的事 根本不是肺结核 而是 那是1982年的8月17号 就是放学习欧阳飘到中国的纪念日 那天我爸爸大吐血 而就告诉曾经放学习欧阳飘到中国来的事 然后呢 我在那个曾经呢 我在深圳的时候呢 委托商标专利事务所 向世界上好几个国家申请了一个商标 我是交给他 交给他以后呢 他去申请的多随机的时间嘛 向不同的国家申请的时间也不一样 最后呢 我在2010年的拿到了 在美国注册的商标注册证 商标注册证的日期 2010年8月17号 我基本上 拿到了 半月的重大事件呢 日期都是8月17号 都不是我可以的 但无意当中都是 都是这样的事件 包括 到明年的8月16号 美国时间的8月16号 中国时间的8月17号 美国这边政府要找我 接近一年一月的 也不是我一月的 他是9月以后 主动通知我的 说到那个 我们到那个 8月17号那边见面谈 这个都是有背后的力量 来操纵这个事情的 如果不看联系 当然觉得这个是巧合 什么巧合都是发生在8月17号 那8月17号就是 我说要完成这个使命 要把放水去污染污 漂到中国这个事情 解决掉 要把地球上的 和我的同伴前人 一起解决掉 这都是他们安排好的 所以我说 有很多事情 我们表面上看来是 一个巧合 如果你看那个 邻居大一看那个 完完全全都不是巧合 所以我在美国这里 讲了很多 实际上中国 有很多人 也看我的节目 我在那 就是说 您前两天 找我做节目的时候 实际上我从中国那边做 是第一次 我原来 一个人也没答应 我想那个 人家怕人家不相信嘛 以为我胡说八道嘛 后来 因此以后 我谈那个成长经历的话 那我说讲讲吧 后来我想 成长经历 这几个大事件 在那边 撇开了这个大事件 讲这个成长经历 也很难讲的 每个时间点 都是有背后的力量 决定了我要干什么事情 所以我出生在江苏 启东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 然后 然后呢 我见到我日本妈妈 又被她收养了 这个发生 原来是我 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才知道 是我前世的母亲 然后那个 放下去 然后漂到中国呢 然后呢 我的前辈中了放下去 污染我以后 然后怎么 她希望向美国去讨债 那我就是 既然我答应了她 我就 到这边 潜伏在这里呢 一方面就是 像大家不断地 现在宣传宣传 宣传的人多了一个 那么 现在慢慢 成为尝试以后 从人家好谈了嘛 如果一点情节 工作都没做的话 人家就不相信这个事情嘛 所以我很大的情节 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希望 以后 就地球上 再也没有核武器 核武器 核武器正常呢 不是说你炸在一个地方 就死 那个地方的 它会到处飘的 而且呢 人家还不知道一个事情 核武器是不能 使用它的 就外星人 它的技术力量 是我们地球的 千倍万倍的力量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搞核爆炸 还要互相通知 在同个时间内 只能一个地方发射核爆炸 比如说 它要照个太阳呢 在他们那个地方 它要用核爆炸的时刻 核爆炸的方式 来制太阳的时候 它要通知到其他星球 我这个时间点 我要核爆炸 你们都不要核爆炸 一个点炸不要紧 两个点炸 发生共振以后 整个连起来连线 一路全部炸掉 会发生共振吧 所以说我们地球上 发生核爆炸以后 太阳炸坏了 也是共振引起的 但是地球人 又感觉不到外星人的存在 他们搞原子弹事件的话 绝对不会通报 连两个国家事件都 都不会通报 比如说像其他外星人通报 像其他也就通报了 所以地球人做不到的话 那外星人就只能就停工 停下来 不搞核实验了 他不要照太阳之类的 不同的星球要照太阳之类的 他就都停下来 都被地球人耽误了 所以外星人最后下来的重大决定 把地球上核爆炸全部移走 所以呢 你看过几年 地球上的核电厂一个一个关掉了 我说在这里 你们自己来验证了 核电厂一个一个关掉了 为什么关掉了 是外星人把核电厂的核物贴走了 不然你留在核物质就影响整个宇宙 而不是只影响了地球 所以呢 我现在讲的 我在我的那个频道上面 讲的其大部分都是讲外星人 讲的怎么把核物贴走 现在外星人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了 最后要起核电厂的 为什么把核电厂放到最后呢 主要是原因是 这边还用电嘛 突然停掉了以后就没电了 但是外星人不是没通知啊 所以呢 那个几年前呢 开始啊 贝利在天上制作了费利营 在海上形成那个 我们叫水龙卷 水啊 吸起来 那不是龙引起的 是贝利弦转引起的 一个关掉 把身上就多水啊 而且今年应该来说 包括在那个国内 也特别多的讲到 天上一样 要么以后看到天上有什么东西 要么听到那个天上有什么 巨大的一个声音 实际上都是费利引起的 比如说 莫名其妙天空当中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这个爆炸是什么呢 那叫应爆 就是说 如果一个飞铁快速往前飞行的时候 快速往前飞的时刻 那么会把空气压缩 前方压缩 一压缩以后压到一定程度 就会发生爆炸嘛 一个声音了 又在大概四五个声都能听得到 发生了好几次了 包括前两天济南那边又发生了这个印爆 然后呢 还有一次呢 深圳那边好多人都发现了 天上有带着火光的飞铁 带着火光的饮食在飞铁 好多人拍照了 这个也是外星人放的 放了以后呢 把人们的目光移到天上去 让他们坐一下子 那么今年的那个 今年的那个 好像气候异常特别多 然后呢 我们 你们还记得吧 在二零 二零年的 四月二十号那天 四月份了 四月份的时候在东北 下了三天的大雪 高到 差不多一层房子的高吧 好多人门都打不开了 四月份还在下这个雪 这是在干什么呢 白星人在做四月 四月 看到飞铁闲转的时候 能不能真的降温 我不是讲到以后 讲到一件事嘛 我说那个 跟太阳加了清气以后 那么地球越来越热 那么你把地球要慢慢挪 要慢慢挪 不是一下子跨一大步啊 那温度太阳怎么办呢 我给他出了一个点子啊 出了一个点子 我说你肺力旋转的是有个降温 这个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是在二零零零年初 不是说发生了肺炎吗 发生肺炎的时候呢 我就把历史上 所有发生过的传染病 流行病 我每个都看了一遍 然后呢 我看了是在二零一零年左右的 在墨西哥和美国 发生了甲型流感 甲流 那么这个病是哪里来的呢 我一看 原来墨西哥那边有金字塔 不光是埃及金字塔 墨西哥有 然后就飞的飞过来了 飞的来了以后呢 在地空旋转的时候呢 把热空就卷走了 所以呢 一天之间温度降了三十几度 从零上的那个二十度 一降降到零下的十七度 那么你假如是在夏天的话 你突然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的话 人家也不会太在意这个事啊 不会马上降一伏 那么很多人感冒了 温度降得太低了嘛 一瞬间就降下来了 然后呢就很多人就感冒了 一感冒以后呢就跑到医院里去捡那个 是什么引起的 以前捡到那个病毒了 是甲型病毒 实际上这个病毒本来就有 在里面 只是以前没人去捡 现在突然一下子 那很多人跑到医院去捡的 大家都捡到那个中心呢 大家都捡到那个中心呢 他以为是有这个引起的 但那实际上是肺力 这些闲转降闷引起的感冒 这个是一个巧合 后来我也看就知道了 我把这个消息一公布在那个网上以后 后来类似有个学者啊 根据我讲的 他就去找那个 墨西哥那边的气象资料 找到了 六月份有一次 在斑马六点钟的时候 突然温度一下子降了三十几度 然后九月份又发生了一次 那从我讲的一模一样的 背上来了 所以呢我就知道那个 制造弹那飞碟啊 前掌可以降温 然后那外星人他自己不知道 就像我们自己开汽车的时候 路过的地方背后扬起了好多灰尘啊 那开车的人不知道啊 不在车上的这一看下 这个就看到了嘛 就是有 这个那个灰尘是由那个汽车开过来引起的嘛 那就像我这个 一灵排一看灵地当然以后 我就知道啊 这个是飞地旋转引起的 所以呢我在那个 2020年的4月14号大天 我告诉了外星人 我说你这个降温呢 你可以用飞地旋转的方式来降温 然后呢我到了那个18号那边 我再长期看看他们接受了我这个 观点没有 他说行 我们就做试验吧 然后做试验了 做试验了 做试验的是个 在东北那边 飞地旋转 所以呢 那天中央电台一个 一个气象译报 他说 呃 在东北上空 盘旋转着一个历史针前端的冷窝 哎 你经常听过 你找到历史资料中央电台的 他呢就是一个历史针前端的冷窝 他就没想到那个历史针前端的就是一个飞地 那个人呢 从那边开始的所以呢 他成为冷窝 这个我这些做的我都有 然后呢 试验完了以后呢 一路啊就办难事 跑到那个火门大桥 火门大桥两个飞铁 把万下飞的时刻 空气抖动吧 然后那个火门大桥抖动吧 后来那个火门大桥关掉了 这你记得吧 有一天那个火门大桥关闭了 乔严抖动吧 再后来呢 隔离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发生了那个赛格大桥抖动吧 赛格大桥抖动也是飞地引起的 飞地引起以后呢 我第一时间工作在网上了 而且呢我就通知到了一个 设计院的我熟悉的一个人 我也给他领牌的 告诉他了 告诉他以后呢 他连满从他的那个 头讲了这个事 所以呢 后来那个记者来采访 他们那个赛格大桥 发生这个事情的事情 当然他不会说外星人的事情了 说外星人的事情 觉得太突兀了 他们就提到了 是空气扰动引起的 是谁让他扰动媒体 而且呢他专门提到了 火门大桥的事 和赛格大桥的事 放到一刻讲 一刻讲 因为是我告诉了他们一刻 告诉到这个发言人 他知道了这个事情 他才虚无程度地讲这个事 只是把避开的 讲那个 费地两个字而已 如果我没告诉他 他绝对不会从虎门大桥 放到一刻谈这个事 这个都是我看的灵界档案 引起的 谢谢各位 今天跟我们分享 自己的灵界档案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一些事件 那如果说 想对直播间的伙伴们 有一个什么样的话 要表达 很重要的事情 让大家知道 要知道呢 就是我们的眼睛 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4% 90%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 比如说太远的看不见 太小的看不见 但是呢 高于我们这个维持的东西呢 也看不见 所以呢 你不要只认为 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才存在 好多是看不见的东西存在 包括人的疾病 就是96%来自于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影响了我们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那个感冒啊 沐西哥那边的流感啊 原来是非得行转一起的 两次 温度一下子 一圣经降了三十几度 那因为是夏天嘛 人家想不到马上加衣服嘛 包括我现在一穿降完 我也不会想到去加衣服 因为是夏天嘛 但那温度实在是降了那么多 以后人感冒了 是这样来的嘛 是看不见的因素 现在呢我一般来说发生了哪里 发生地震啊什么事的 我第一时间去看 什么引起的 然后人家说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呢 我连往去看 然后网上 因为人家看不见我这边嘛 当然很多人看得到的 一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 大家思路开阔一点 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得见 所以百分之九十就看不见 好 谢谢顾伟老师啊 今天一个训练一下啊 这也是给我们开阔眼界啊 打开脑洞啊 多了解这个世界的公布 谢谢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顾伟老师 把文字或者是连来都可以 有没有现场 时间也来到了时间了 各位老师那边已经很晚了 谢谢你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希望有机会在哪里 其他的一些故事 好 以后有什么重大的消息 感觉人家也好理解的 到时候我告诉你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顾伟老师 好 今天时间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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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